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 可能跟你们现在处在这个时代不一样 我们成长的时候是物质非常匮乏的一个时代 我们的衣服 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棉被 都需要自己去缝制 所以我妈妈从小就培养我 等自己长大了以后 就对这种材料就特别熟悉 有一种亲切感 同时也特别就是很恨的 当时为什么只选择我来碰这些东西 这就是要把孩子的很玩的那种天性要抹杀 然后来碰这个 所以他这个个人的体验 就是非常的深刻的印象 这个作品实际上 我觉得它还是一种材料的一个量变的过程当中 它必然产生质变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它是15公分的那个大针 然后我觉得它有攻击性 比如说那个针它是独立的时候 它就非常的尖锐 但是它这几万根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发现它远远一看 你就发现它像皮毛一样柔软 它的那个固定性就削弱了 可是你当一个那个 一个小棉球 你看它非常柔软 很温和的时候 当它两万多个三万个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扩张性和它的那个尖锐度 或者它的性质就改变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材料可以再从质变到量变 从量变到质变 它可以转化的 就看艺术家的这个怎么去御用 我觉得就是好像宣旨是有一种文化的象征 它又能承载那么多历史 它又那么脆弱 它又脱离了床的一些概念 我觉得这个脱离性是必须要的 你想想三分之一的时间 或者更多的时间 你在床上度过的 你所有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在床上 还有一些你很多无法描述的梦境 或者无法描述的这个意识流 那个也是最私密的 但是又是特别的 我觉得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去捕捉那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有更多的空间 或者更多的这种精神性的东西 就有待遇 艺术家有待遇去挖掘吧 我觉得这个视频吧 提醒了就是观众提醒我自己 我们是从哪开始的 同时它也是这个作品中 画龙点睛的一个点 它是活着的 它是在动的 行动的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女红的这种工作 就是传统当中 或者是古代的时候 我自己的体验是 它是让那个女人逃离一下现实的这种压迫感 或者是治愈一下 我自己就是在做这件作品 和在做第二件作品正好 正好是我怀孕 可能有点惨后抑郁症 我觉得那种压力是靠 就是做女红 让自己的动作非常简单 然后当大脑是清空的状态的 这样的是一种疗愈 我觉得那个 其实我对女性的那个 这个词汇的理解 并不是像现在这么清晰 我觉得我是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经验而已 后来到了差不多两千年 跨两千年左右的这一段时间 就对女权的这种意识就非常清晰了 但是本身呢 还是比较抗拒 比较 不愿意被归到那个类别里头 但是非常自然的就被归到那 我差不多挣扎了有十年吧 我首先我自己觉得 就是说男女的不平等 还有在我们这个年岁里头 或在比我们小十岁的 这个艺术圈里边的这个状态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整个的社会的这个状态 是非常严重的 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的 你会感觉到 很多很多的不平等 可是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来说呢 我自己呢 就是很反对 把自己一个边缘 到一个女权主义的一个角落 我不太理解这个词汇 我也不知道应该去 怎么面对这些东西 因为我没有那样的一个生活背景 也是经过了特别多的 用自己的方式去学习 和了解这些东西 差不多用了十年 对我的经验来讲 如果过分强调这个 就是你失去了一个平等的 去讨论当代文化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所有女人的经验 是我的经验 我肯定是女性 但我未必一定是女权主义者 我的作品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讨论 我觉得是大概是在2005年到2016年 这一时间段的作品 有大量的去讨论这些问题 去探索吧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身体 我相信我自我的感受 只有我自己的身体感受到了 只有我去刺激到我了 我才承认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是没有特别好的去理解这个空间 它那个强度和锐利就施展不出来 所以我还是愿意就是说自己来做 因为这个环境和当年的那个环境是不太一样了 首先就是那会儿 就是疫情刚刚好像缓解了一点 大家都有一种企图在这些作品里头找着一种治愈 或者是找着一种解脱 或者找着一种方向 我一边在那步的时候 一边一直在想这些问题 可以不可以有什么联系性 联贯性 但是有意思的就是说 虽然它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导向性 但是当这些很多作品在一起的时候 它必然就导向了那一个方向 首先是从它的材料来讲 它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 那我们的这整个疫情的这个状态 也是由一个就是量变到质变的整个一个过程 然后它是一个突然的一个转折 这个到现在还没完全显现出来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文化和整个的所处的这种环境 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间作品也就正好契合了它这个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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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